在台湾有着这么一号人物,随其情一同出道,既会演戏又会唱歌,在喜剧电影《疯狂的赛车》里饰演了性格豪迈有魄力的黑帮老大,在主持界更是拥有着不小的地位,也有着不少的朋友,他就是台湾重量级艺人,荣祥。 荣祥是台湾人,出生于1969年,因为出生在军人世家,父亲对他的要求从小变很严格,希望他以后可以走商业的道路,然而荣祥也是一个性格叛逆的人,专科还没读完的时候便辍学去演艺圈发展了。 大家还记得任贤奇的MV《永不退缩》吗?这便是刚出道的荣祥演的,当时他还和齐晴一起合作过大型演唱会,这也成为他后来事业上的跳板,台湾综艺大哥胡瓜看中了他出色的能力,因为挖他进公司了。 从此荣祥便在台湾综艺界干起来了,他凭借着随机应变能力和能言善变的口才逐渐的也有了一些名声。 1993年,荣祥便开始网影坛发展了,还参演过一些当时还算热播的《特警级先锋》和《不带和尚》等剧。 他本人也凭借着这个喜感的角色成功的进军中国电影内陆市场,片酬也从原先的20万飙升到200万,而且一年2000万的收入便是依靠拍戏得来的。 荣祥的事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达到了巅峰的,尽管他出演的作品里没有太多自己的戏份,但总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,光芒丝毫不逊色于戏里的主角,人们都称他为金牌绿叶,他的名气也给台湾地区的演员称直了腰杆。 荣祥在事业上是很成功的,但在婚姻家庭上却不太好,他有一个年龄相差10岁,身高相差30公分的老婆赖千和,为什么要这么说呢? 荣祥和老婆结婚多年,却一直没有孩子。 但妻子却对他很好,尽管老公不断地传出绯闻,甚至还传出和辣妹开房,吸毒,但老婆却对他一直不离不弃,还帮助他解毒。 赖千和曾经说过和荣祥的事情,他说到对方平时因为交际广泛而有因不完的仇,所以希望他能少喝点酒,不要伤身体。 赖千和的担心竟然也是一语成竭,2013年,荣祥便因饮酒过度而突发心肌梗塞,拯救无效后不幸过世了,死的时候年仅43岁,也算是英年早逝了。 赖千和听闻十多年的枕边人过世也是十分悲痛,荣祥生前的娱乐圈一众好友也前来吊艳了。 其中和荣祥关系还不错的黄伯更是难过万分,看到自己的好友离世,心中悲痛难免。 当时荣祥的突然离世给尚在人世的妻子造成了不小的影响,因为荣祥在世时,赖千和一直是在家里做全职太太,没有自己的收入,如今丈夫突然离世,自己一下子失去了经济来源, 还要承担丈夫留下了1980万债务,没有路可走的她只好再次付出拍戏赚钱。 回忆其往事,赖千和说当时排了房贷最困难的时候卡里只有7000元了,没有戏拍的日子一天只能吃一顿饭,吃多点都是奢侈,没有钱花了只能当掉自己的首饰,走投无路之下连自己和丈夫生前的爱潮都卖掉了。 如今事情也已经过去多年,随着时间的流逝赖千和心中的伤口也慢慢的减小了,现在的她也遇到了一个疼她爱护她的以色列男友伴侣,两人的感情也稳定走了一年,希望她能够一直幸福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